好大家都在問周收假期的天氣如何呢 先告訴大家禮拜六比較不好 但是如果你要安排到戶外活動的話 儘量安排在禮拜天 因為禮拜天北台灣東半部有機會看到陽光喔 不過今天很多的北部的觀眾朋友都講 天氣真的好冷喔 真的是有感降溫啊 昨天的高溫是來到30度 今天的高溫來到22度而已 但是就在這個時間點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空氣品質真的很不好 為什麼呢 主要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把這個中國大陸的這個境外污染物 直接帶到台灣來 因此呢 隨著東北季風逐漸南下 包含像是大台北一帶 還有金門跟馬祖 現在都是有空氣污染的 尤其金門跟馬祖地區呢 目前是紅色警戒 什麼意思呢 就是對於所有的族群 都是呼吸道不太健康的 至於整個西半部一帶 是橘色警戒 也就是呢 對於敏感族群的觀眾朋友 是不太健康 但是要特別提醒包含像是彰化 以及雲家南一帶 會隨著中北季風的不斷南下 因此呢 沿海地區的風速會比較強 會出現陽塵效應 有點像是呢 這個紅筷刷 尤其在高平溪一帶 有可能也會受到這陽塵效應的影響 因此能見度會比較不足 所以開車上路記得小心 那麼也許呢可以在今明兩天盡量的減少戶外活動喔 我們來看一下 未來這整個禮拜的天氣狀況又是如何呢 雨到底多不多啊 好以今明兩天來講呢 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包含像是大台北啦 基隆北海岸啊 東北角宜蘭地區都會有局部震雨 啊不是說一整天下大雨喔 而是天空灰灰的 而且天氣陰陰的 水氣一來就會飄飄雨 倒是宜蘭地區 你有沒有看到啊 累積雨量可能會來得比較多一點 那什麼時候會看到陽光啊 禮拜天有機會啦 因為呢 陰風面的關係雨稍微轉小了 再加上呢 這個沿海的風也會逐漸轉小 而且呢 西半部以及東半部 像是花蓮跟台東地區 都有機會看到陽光 而且溫度也會逐漸回升 但我要特別提醒 就是下個禮拜一的晚上 又有第二波的東北季風來 而且有機會這個冷度 可能會達到大陸冷氣團等級 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喔 這個大台北的側站 有機會來到14度以下 請大家要特別注意 可能要加強保暖囉 後外套以及大衣也要通通拿出來了 至於溫度的部分啊 剛提到啊 昨天很熱很溫暖來到30度 但是今天北台灣來到了20到22度 真的一口氣這樣8度耶 好涼好冷喔 另外禮拜六其實也特別要告訴大家的是呢 新竹以北還有宜蘭地區只剩下21到23度 那麼由於在清晨地區受到輻射冷卻效應的影響 溫度還會更低 可能都會來到15到16度左右 但是中南部不差啦 天氣一樣好啊 來到了大概30度以上 一直要到禮拜日的時候 北台灣才會回升到25度 那麼我們來看一下氣象關鍵字 跟您做提醒囉 好今天基本上西半部有空氣污染 請大家戴口罩防護了 另外今明兩天北部跟東半部轉涼 請大家多注意保暖了 另外雲林以及呢桃園一帶還有橫沉半島 離島地區因為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因此呢風速比較大 可能會有十級的強震風 再來看各地氣溫了 基隆台北新北桃園跟新竹 今天高溫來到22度 那麼大台北一帶有一些降雨 苗栗台中章化南投跟雲林 高溫來到27度 晴時多雲的天氣 但是低溫來到16度 嘉義台南高雄跟屏東高溫來到 28度那麼屏東地區 恆春半島降雨均率來到10% 宜蘭華林跟台東高溫來到26度 宜蘭地區水氣偏多 離島的澎湖金門跟蓮江高溫來到21度 但是金門跟馬蘇一帶 目前空無警戒 出門記得戴口罩了 總統上可以在那邊 解釋一下 1 nope 現在 因爲 1 nope 4 nope 4 nope 誤